我是萌新 怪物质这个系列 顾名自义 讲怪物 没有废话 我们直接开始 反恐精英 简称CS 是半条命的一个扩充目的 在1999年6月19日 威慑的几个员工 闲得无聊 突发奇想 制作了这个 警匪之间对战的MOD 本他们解用来自娱自乐 可没想到 测试板挂到网上后 突然爆火 彼时 为了抢夺PC端市场 各大公司的野心大作 纷纷发售 靠德军总部 Dome起家的ID 制作的雷神之水3 当年军事题材游戏的零头羊 诺瓦斯维 制作的三吊柔特种部队3 靠着暗黑破坏神 打出明晰的暴血 推出的野心制作 行机正法 这些制作精良的游戏 热度上都没超过 无心插柳的反空精英 让威慑中人 笑得合不拢嘴 随即 在2000年11月8日 CIS推出了 1.0正式版MOD FPS游戏的画面 已经可以说是 发展定型 而玩法 也不外乎 打怪过关 搜刮军火 虽然99年的三角洲 突破了Dome时代 留下的束缚 可以玩局域网下的团队作战模式 但世界上图形粗糟 游戏中配合困难等问题 还是让三角洲特种部队这游戏 留在了小众圈子里 而这些问题 却被能流畅局域网对战的CIS 完美解决 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已经板上定定 在2003年之前 反恐精英 仍被称为 半条命反恐精英 直到1.5版本 终于脱离了MOD之名 成为一款独立的游戏 即中国玩家所称的 CS1.6 以上 只是借丧尸游戏发展的 必要普遍 接下来 我们重回丧尸话题 2000年到2004年 丧尸这个题材 被卡普空玩的废弃 尽管有当年 还在摸索阶段的 交互式电影游戏 第一只使卓2 和机精灵系列 对丧尸题材的借鉴 但除了生化危机 其他游戏作品中 丧尸这个元素 更像是恐怖游戏的 必要配角 甚至04年的 生化危机4中 丧尸也失去了原汁原味 进化成了 寄生虫寄生后 手持刀枪棍棒的 寄生丧尸 满是烂肉 只想着吃的原始丧尸 似乎要随着PC游戏的 不断发展 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了 只有CS玩家 偶尔娱乐的 几张丧尸地球中 才能见到他们 一成不变的身影 直到2066年 卡普空的丧尸围城发售 才让原始丧尸 在游戏界得到传承 故事发生在美国 维勒米特市 某日 这个平静的小城 突然被政府封锁 不仅市区出入口 完全被部队戒严 所有通讯设备 也全部被切断 种种迹象表明 这里发生了 不可控制的严重事态 自有记者 弗兰克韦斯特 本能地感觉到 这个事件背后 有大新闻 为了冲击记者的 最高荣誉 普利策蒋 毫不犹豫 带上自己的相机 赤巨子 租了一架直升飞机 赶往维勒米特市 一路上 完全不知道事态的 驾驶员 还绘声绘色地 为他描述着 维勒米特市的风光 人口 53594人 无特产 欢迎来到 维勒米特市 欢迎来到 丧尸之城 从到达城市开始 弗兰克将在 救援直升机 到来的72小时内 一边击退 成群的丧尸 一边探知 丧尸爆发的背后真相 在完全开放的 游戏方式下 抓紧一切机会 搜集情报 与随着时间变化 不断增强的丧尸 浴血奋战 虽然他可以利用 手边能找到的 所有物品 消灭丧尸大军 但形男影子的弗兰克 面对一眼 望不到边的感染者 随时都有可能 一鸣呜呼 且到了晚上 丧尸的力量和速度 还会成倍增加 使记者出身的弗兰克 叫鼓不叠 游戏中出现的丧尸 由于变异不久 大脑中依然残存着 生前的记忆 所以在行动方式 外观上各不相同 这也意味着 有些丧尸 依然记得生前的职业 操纵着各种工具 甚至武器 攻向弗兰克 还好这里爆发丧尸危机前 处于正常生活状态 从应急的武器 到各种交通工具 应有尽有 食物资源也非常丰富 以无数丧尸 对抗逃生的过程中 弗兰克还不忘拍摄 有新闻价值的画面 留下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 童年 CIS的一个新插件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 FPS神话时代 这就是CIS 感染Mode 其游戏模式 不再为单一的 过关大丧尸 丧尸因为病毒升级 而变得种类繁多 人类手中的武器 也更现代化 丧尸与人类的战争 全面打响 插件中的几个模式 至今仍对丧尸类游戏 产生着影响 开局后数秒内 服务器自动选择 对局中的一名玩家 作为母体丧尸 但谁也不知道 倒霉的那是谁 包括中奖玩家自己 人类阵营 胜利条件为 等待该局时间结束 圆明到来 或干掉地图内 所有的丧尸 丧尸阵营 胜利条件为 不断感染其他人类玩家 直到所有玩家 感染为丧尸 多重感染模式 数秒内 服务器自动选择 三名玩家 作为丧尸 开始游戏 因血后耐打 其他玩家的子弹 如同刮沙 直到三名幸运石 被干掉 或者人类全部变异 则游戏结束 对战模式 则分为几个分支 有双方人数 55开的 普通对战模式 也有幸存者 和复仇天神 各带一对人马的 军团模式 另外还有 单独的复仇天神模式 幸存者模式 小鸡快跑模式等 此插件中 出现的丧尸种类繁多 形似研究员变异的 母体丧尸 感染过久 腿部肌肉发达的 跳跃丧尸 快大雪后的 巨人丧尸 速度飞快的 闪电丧尸 感染人类就增加 HP的 吸血丧尸 会喷火 但一喷火 就掉血的火丸 都是改帽子中原创的 经典丧尸形态 此外 还有蜘蛛石 软体石 爬墙石 意念石 泰坦石等 多种经典丧尸形态 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 外观上来说 此时的丧尸模型 多为从半条命令 白用的 变异怪物模型 所以看起来 有些偏离丧尸主题 群魔乱舞 好在 玩家被可以扮演丧尸的设定 深深吸引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沉浸在感染帽子中 乐此不疲 随着PC的快速发展和更新 网络游戏时代 悄然到来 眼禅于企鹅2007年 卸人一部代理的 韩国仿CS游戏 穿越火线 红遍大江南北 靠洛奇和跑跑卡丁车 发甲的天成 也紧随其后 于08年底代理了 威慑授权韩国内科松 开发的 正统CS网游 反恐经营online 上下之初 由于穿越火线 先一步占领FPS网游市场 打着正统旗号的CSonline 只能一边吃着老本 一边翻愣着 CIF留下的餐羹生饭 不敢于死的天成 即刻做出了战略调整 于09年1月 正式上线了 CS1.6中 红头半边天的 感染mod的网游版本 生化狂潮 随着资料片的上限 玩腻的经费对抗的玩家 立刻被人时对抗的 神话模式吸引 大批FPS网游玩家 开始涌入 反生化经营online 体验扮演丧失 围攻人类的趣味 CSonline 也在这几个月 于FPS网游市场 攻城掠地 隐隐形成了 与CIF市局立地之势 直到CIF快速反应 于童年4月 推出了自己的神话模式 才依靠大环境下 陷入为主的游识 多汇市地 坐稳望位 随着网游市场上 丧失题材游戏的火爆 单机主机游戏 也没闲着 07年 虽然没有丧失为主题的 大作发布 但以贴近丧失题材怪物 为要素的FPS游戏 克莱夫巴克的耶利格 给单机玩家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故事背景发生在 一个被称为耶利格的古城 在那里 恶魔被具显化 并以肉身出现人间 玩家扮演一名 应对超自然现象的 特种部队成员 深入其中 解决途中遇到的 千奇百怪的恶魔 僵尸等生物 探知这座古城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款作品 除色的建模和细致的纹理 打破了玩家 对FPS打怪游戏的刻板印象 从场景 气氛 怪物 无不挑战着玩家 忍耐恐惧的极限 存活下来的几个特种部队成员 每个都有特殊的能力 玩家可以快速切换不同队员 使用特殊能力 大大加强了游戏可玩性 甚至有玩家评价 这款游戏超越了道姆和英雄萨姆 真正做到了 恐怖与爽快打击感并纯 自家CS中感染猫的爆火 引起了正潜心完善Steam平台的威慑注意 借着套娃之边 火同海归岛工作室 一同研发了网霸宝业神作 求生之路 并于2008年10月18日发行 20不知道多少年 在美国佐治亚州的沙瓦那 爆发了一场大型流行性危机 这种危机是由变异狂犬病毒引起的 疫情爆发迅速蔓延 人类在感染了这种病毒后 变异为只知袭击火物的丧失 并通过攻击正常人类扩散感染 很快病毒便扩散至了沙瓦那大部分地区 这时政府迅速派遣了防疫组织CEDA 前往感染区医疗援助 企图治好这些感染者 但政府的想法过于天真 防疫手段都和防治流感相同 单纯的认为病毒是由空气传播 也正是这疏忽 错过了遏制病毒扩散的最佳时机 生化灾难大规模爆发 甚至穿着防化服的CEDA特工也频发感染 最终CEDA撤除了城市 转由军队处理丧失大军 面对源源不断的丧失攻击 军队苦不开眼 甚至计划用核弹摧毁城市 防止病毒蔓延 但城市里还有很多幸存者 他们自己用枪支不断对抗着感染者 寻找着生的希望 游戏中 玩家可以扮演退伍老名B2 飞车党弗朗西斯 上班族路易斯 或新闻系大学生佐伊 对抗士群配合逃生 除普通丧失外 城市中还有更加致命的变异丧失 等着私人 炸弹膜 体型肿胀 移动速度较慢 但可以向幸存者身上吐胆针 当幸存者被胆针喷刀时 除了视线受阻外 胆针的气味会立刻引来大量士群 群殴中招者 胖子被打爆时会真的爆炸 时爆的冲击波足以沾开身旁的物体 且爆将后 飞劲而出的胆针也会引发丧失群的围殴 捕猎者 在爬行状态下 会发出令人毛工悚然的叫声 且能够扑倒幸存者 并压着幸存者不断攻击 被扑倒的幸存者无法自救 必须由队友干掉或推开怪物 才可以获救 烟鬼 可以用变异增长的舌头 将幸存者拖行至自己身边 且幸存者因被锁喉 无法控制身体 直到队友把怪物打爆 受难者才可以从滚滚浓烟中挣扎其身 女巫 未被惊扰时 不会主动攻击幸存者 而是蹲在黑暗中 未成啜气 一旦被光源 响声或触碰打扰 便会爆起伤人 且战斗力极强 几个呼吸间 便会夺走幸存者性命 再次隐匿于黑暗 坦克 绑大遥远 身强力装 可以用强劲的力量 把各种重物抛向幸存者 甚至是现拆楼板 尽管身体庞大 却从此速度极快 挨上一下 不顾折也得吐口血 并且皮草肉后 十分难缠 随着求生之路的火爆 线上或线下的丧尸游戏社交 随之兴起 火到国内后 该游戏也快速成为了 网吧包夜四连座的 必玩游戏之一 求生之路也成为了 丧尸体裁游戏 第二次井盆式发布的 先锋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怪物之中 萌新将继续系统讲解 影视作品中丧失文化的发展 制作不易 请勿白嫖 生化时间轴系列 仍在细眼中 每个系列 萌新都会精心制作 一杆到底 绝不烂尾 感受到诚意的老爷 请至少点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